通常人家做白事的 真是碰到白事的 新年流流 起碼過了初九或初十才會碰 你年初幾歲可以幫人做這些? 我年初五入臉房 開門的嗎? 臉房是24的 不不不全年無休的 臉房不怎麼休休啊 臉房如果休 真是如果新清透有私隱放在哪裡? 臉房 他們是年中無休的? 臉房應該是年中無休 新年流流在上班是否不是那麼好? 初五已經過了公眾假期 是否年初一二三都不會做? 是吧 那本我又沒有細舊 下次研究一下 我下次請專家上來和你研究一下 關於殯儀業的東西有個專家 有個專家 我到時請他上來和你研究這個問題 我也不知道 是的 你初五去臉房做什麼?師傅 這樣的 接到一個以前認識很久的善信 告訴我 他有個朋友的 媽媽 年初四 中五 輕生了 他的方法是由高處墮下的 是 那麼 變成了 初五就要去 跟他臉房 看看情況 怎麼樣 大家要看看 整件事要怎樣去做 做 怎樣去安排 因為 因為 据我所知 就是 亡者的幾位子女 都是 比較年輕人 對這方面 不是很 懂 怎樣安排 所以 為何他會輕生 不知道 說不可以 不太清楚 但這個始終是他們的私隱 我又不想太公開 是的 但無論如何 就是因為 一個 看不開 卻輕生了 子女又不知道 整件事要怎樣安排 怎樣做 全都不知道 年輕人是不懂的 不懂的 就去到臉房 有些文件 他們都不知道怎樣處理 嚴不嚴私 怎樣 有很多問題 要幫他們解決 所以初五 就是初五 其實說真的 我們做法科 我又不覺得 有什麼新不新年 新不新青頭 很簡單 如果新青頭 大年初一有人說撞鬼 你 不好意思 大年初一 我不想跟鬼有什麼瓜葛 你先撞鬼 不行 有些師傅真是 等於醫生 其實跟醫生一樣 醫生會不會 因為現在我放假 我不管你那麼多 你沒有人管你就 你死你死了 我覺得如果有些醫生也不會 我又 沒有所謂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百母禁忌 雖然說自己避忌 但是我又覺得 如果你真是處理一些事 那麼 師傅會保你 不會真的要你 做完一件事 黑到鼻 或者有什麼問題 我又不相信 等於當年沙士 我們去做義工 我一樣去重災區 幫你婆婆洗屋 抹東西 不要戴口罩 就是這樣 現在都健在 幸好 是不是 對 我覺得如果你要做一件好事 我覺得天會知道 是 真的 然後就要跟他安排 一切所有的後事 因為他是在高處墮下 要回到現場去招雲 然後就要安排出殯 各樣東西 如何打點 出殯了之後 有什麼要安排 因為我到過現場 他的屋 其實他屋裡的殺很重 很重 就算現在 這件事叫做 出殯了 有一部分的東西 就告一段落 但是房子也要處理 如果房子不處理 會有問題發生 其實 你處理了房子的時候 你用什麼 用法科來處理 一定是用法科來處理 但是因為他那個是親人 如果你用封屋 不是跟他封屋 不是跟他封屋 其實都是 做一些 因為他本身之前是有神位的 他的小孩 都跟他們談過了 開會講過 他們說 我猜我們都不會拜 不搞了 首先就要把他家的神位 請走 請走完之後 我就建議這間屋 始終發生了一件傷心事 我建議他們 有些傢俬 如果可以換的 就換了 或者他之前 他媽媽睡的那張床 都不是很OK 因為其實 你知道現在 因為 地方小 有些屋 有些床 可能是 床疊床 好像丁字床 有時候你丁字床 你還躺在一個洞 裡面 你變成 你的氣場 都差 他們都 堅決有些傢俬都可能會換 我建議他們 將東西清好之後 傢俬換了之後 將家屋轉一下顏色 換一身 然後 就當重新入伙 拜過五角 然後我再給他們一些東西 基本上就OK 但 其實他們在家 沒有任何異樣 除了回魂 但正常情況下 他們沒有看到媽媽 沒有看到媽媽 不過 朝暈那一晚 實在是有很多 影像顯示了出來 我就知道有很多照片 我們可以查出一些照片 我不明白 為何它是招魂招去你的館 這是哪裏 這裏是 新界的地方 知道 新界的地方 在他 邵氏的地方 跟他招魂 招魂 其實這些就是 這支是中間的炙香 其實很清晰 眼耳口鼻看不見 我是拿著這炙香帶他回 回去我館 招魂我們就用大香 說這支大香 其實那個大小就好像 大概是 有1.5cm直徑 這麽大支 通常一支這麽大支的香 我都問過那些專業人士 如果就算在 蠟燭的火上面點 要怎樣呢 有時候說 如果 不什麼都要點 3-4分鐘 是 當晚點完香後 我就叫他們 上香 看到很多香 細香在下面 看到嗎 你想想我要用3-4分鐘 去點一支這麽大的香 他們這些香的火有多大 他們可以把一支香 可以拉到中間 然後圖有一張是可以放大 是不是這張 你覺不覺得是Pasma 告訴你 那個人是到處 飛的 看到嗎 我看到 而他 他下來的時候 現場報道 有人看到 他有一隻腳斷了 我看到這個影像 雙腳斷了 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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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稍後 剛才最先的照片 連支香也斷了 那為什麽 那支香在中間斷了 他們點的香 中間一點香 辣到 是 但你覺不覺得 那個好像 一個Pasma 一個影像 是 好像放一個 我就是這樣 下來 告訴別人 然後連煮香就斷了 而他 就跌了在地上 連女事主 斷的一腳 也是這邊的一腳 是嗎 但那晚就OK的 都算 幸運 因為新精頭 其實你做招運 不只是我肯去才行 我有一群很熱心的弟子 多謝他們 我在這裡 很好的地 很願意幫忙 那麼我又 那時候未來弟子 現在是自己的弟子 我一個弟子 他做寵物殯儀 他的車 沒有百無感己 是用他的車 載著招運的家屬 從新界的地方 一直撒米撒溪前 回到惡觀堂 其實就是等於以前一些大戶人家 以前納妾也好 娶老婆也好 會派街的那些乞衣 通街派的 其實他 都算是好 我們是真是由新界的地方 一直 稀前撒米 撒到觀堂 引路 引路 引到事主 回到你的壇 現在事主是坐在你的壇 這張照片 他們當晚是清晰看到 事主的樣子 在香 顯了出來 他是側側的 有下巴 我不知道 觀眾會不會看到 那晚的智雲 我也覺得 幸好 成功 感恩 感恩 因為做到 人家委託你辦事 當然做到 當然開心 功德無良 又幫到人 始終自殺走的雲 而且你一定要幫他招雲 自殺 如果你不幫他招雲 他在那裏重複 重複又重複 招雲是一件好事 他就真真正正去 走他要走的東西 不用暈 還留在那個位置 我也知道你 把這個案子 有在另一個平台 有有有 有講過 有有有 我還記得 當晚我有聽這個節目 我突然之間有一個 聽眾 打電話去那個節目 這個聽眾 就是陰陽眼的聽眾 是的 我還聽到 很記得他說 他說他很支持 馬髮童師傅 謝謝 他就說 他特意 他說他很少封煙 因為他自己都是陰陽眼人士 他說為什麼他會 打電話上去 是因為 他想支持你 他說他見到 你所做的事 是做到 他說他見到 事主 女事主 已經在我管 在你的管 你成功地 招待他 是 他成功地引導 那個運 回到你的管 那 很好 因為他就說 他說他一定 因為他看到 他說一定要告訴 馬髮童師傅 因為很多時候就是 法科師傅 他做事 他所有聯繫 都是靠祖師爺 給他的信息 上天 信息 有時候祖師爺 很高的 給一個字 給兩個字 你自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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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師傅沒有陰陽眼 看不到 我看不到 他憑感應 感覺 和祖師爺給他的信息 以及以前 一直下來的經驗 就知道 這個運 我聽到了 聽到了 這是無可置疑 那個香中間 已經顯示了 給你看 是 是 就是 都感恩 祖師爺的幫忙 讓我可以完成了這件事 是 後來我們找了一些很資深的殯儀行業的人 幫他們做這場後事 這場後事也很精彩 因為你有沒有見過殯儀館 通常幾個房間一起都有發事在做 都有出殯的 其他的全部放下自己的祖師 全部都在他們的門口看這場破地獄 在殯儀館做破地獄 非常特別 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兩個人破地獄 為什麼? 據行內人士說 你一個人破地獄 它不像我們現在的房門一樣 是一隻門 他們古代的門是兩隻門 你說一隻手推一隻門給你 你進去 還是有兩個人推一隻門給你進去 你會比較好 這場破地獄 請了兩位師傅 一起做 但房間很少人擁有 很少很少 但因為朋友所託 既然找到我 我又找到這位殯儀業的朋友 我覺得 如果我就這樣和他簡簡單單 這樣所有人都可以做到 還有很有趣的 很多時候做殯儀業的經理人 可以叫做 或者中間人 很多時候 譬如說 告訴別人 你不如拿兩個師傅來破地獄 那些人就會想 會不會是 你不是掉水 多餘了 也不是 其實我會告訴你 這房間很少 所以連帶對面堂 隔壁堂 都放下東西 全部離開我們堂門口 看這場 很清楚 看看你們怎樣破地獄 因為一些很厲害的師傅 破地獄 是正常的先人 如果你看到的話 他們說先人會在壇爬爬出來 會看到他正常在看著整個過程 出品那天 我們覺得怨念很重 當然了 自殺的怨念很重 每天都在這裡呼籲一下 奉勸大家 人生沒有人遇過困難 也沒有過不了他的問題 只要那一刻大家冷靜一點 不要選擇去輕生 其實你們以為在世間 我遇到這樣的困難 我不好運 我死了便什麼事都沒有 其實你的驅學離開了這個世界 你就重新去地外一個地方 開始受苦 你不是了解這件事 我死了 然後我找個位置 我便投胎 沒有我便在下面受香火 不要想得這麼簡單 尤其是如果父母在堂 你更加不要這樣做 不孝 不孝在下面受的苦更大 你要你的家人牽念你 去為你傷心 也是一種罪過 如果真的想投胎做人 這些真的不能做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遇到困難 或者遇到困境 儘量可以跟身邊的朋友 去傾訴一下 問身邊的朋友 有沒有辦法幫忙解決 千萬不要去選輕心這條道路 不是你真的說死了就什麼 一了八了 其實未了的 那就是說這個事主是新年的時候 年初四 年初四 下週 他真的看得很不開 新年其實是開心團聚 其實我聽過過程中間已經難過 但也難過不到 沒辦法 其實本來我猜他不是選擇在自己家裡 他出一走廊 推開房間門的時候 旁邊也有鄰居叫過他 他回來了 但也認識不到他的念頭 其實我又覺得他 他真的很浪費 因為說真的 三個小孩都大 每個都賺錢 其實現在是修成期 雖然年輕的時候可能很辛苦 單親帶著幾個 很努力地工作 在修成期裏面 突然間可能 他又想了很多事情 可能有些事情 就希望 不要在自己身上花那麼多 留給後人 不要花他們那麼多錢 不要要他們花那麼多錢 在我身上 但又不是什麼大痛大病 你說我又有癌症 我打針又有幾十萬 亦都說 亦都不是什麼大病 可能那一刻想不通 但我又可以真的想到一件事 聯網要你三間死 不得留人到五間 這個道理 因為我剛剛就是 幾個禮拜前 如果出街的時候 真的可以說 幾個禮拜前 有一宗新聞 就是發生在大美督 有一個男人 開著車 他是住那區 他經常都是 因為他住那區 其實那裡的道路環境很熟 很熟 他可以 駕駛的車 飛了下山 他飛越了 路是單程路 他超出了道路 去了山邊 掉下去 下面是海 但避到海之前 也有一些小石子路 他的車就掉到石子路 車頭受損 人就是少少疲愛傷 當時 你也知道 住在那區的人 不斷在互送新聞消息 有人飛了下去 小心啊你們開車 可能又會有塞車 互通消息 然後我是一個英國的朋友 亦都發了這個新聞給我 然後我就說 哇 我就說 這個人 大膽不死 大膽不死 必有後福 我說不知道 那一億六合彩呢 他有沒有份呢 他有沒有份買呢 應該叫他買 當時還沒開的 應該叫他買 他一定會做六合彩 這樣也死不了 話說 事發 兩天之後 又收到一個新聞 就是這個人 原來他是住在大美督洞子 他是一個單身男人 住在一間村屋的頂樓 事發之前 他跟鄰居說 電視機的天線收得不好 問人家有沒有事 然後他就說 他家裡的電視收得不好 他會上天台 整整天線 因為他可能沒有告訴你 他整天線 問人家 你的電視是否在 我的電視看不到 照程裡 我們這樣鋪路去想 他一定是上了天台 整天線 發生了什麼事 他掉下來 死了 真是說 他兩天前交通意外沒事 但是 都捱不過三天 那就是 真是要 吹他的命 是不是 真是慘 很慘 一個人 然後 人家就開始 紛紛意亂 在說 很多意見 很多事情 不知道他家裡有鬼 他是否被鬼搞 沒理由 人家會 又撞車 又交通意外 又在天台下跌下來 然後我就跟他分析 很有趣 這個是賣二手車的經紀 對車這件事 他一定會很熟悉 當然 我說就算 駕車有多厲害的人 當他有一次交通意外 那個時候 剛剛近幾天 你撞車 或者有什麼意外 那個人 有陰影 是欺負的 欺負的 可能那一刻 他走上天台 又欺負的 突然間 又失足跌下來 沒有人知道 所以這些 就叫做 頭頭碰著黑 禍不單行 我又在想 他這樣跌下來 他現在我就變了 凶宅 是的 是嗎 他永遠都會停留在那間屋裡 他都不知道自己死了 他當他在整天線的時候 還有他的家人 會不會去現場幫他招魂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他沒有家人 都不知道 因為他單身漢 單身漢 很多時候單身男人 很少跟家人聯繫 又不知道人家背景 我覺得很慘 慘的 好